要把這個吉祥物 這個吉祥物 把它搬到這邊來 那問題是你要怎麼樣把這個吉祥物 把它搬過來這邊 特別注意 要先去背 去背的話呢 特別注意 所謂去背就是說 先把它的背景的部分拿掉 然後再搬過來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先怎麼樣 把它整個選舉起來 選起來 怎麼選會比較快 當然第一個方法很多 裡面的話不外乎這些功能 選舉工具的話 各位可以在工具列裡面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都是 那選的方法的話不外乎就是 矩形、橢圓、水平、垂直 但是這幾個我想應該不適用在這一個 那第二個再來就是下面這個 這個叫套索工具 不過套索工具 你變成你要從頭到尾選 變成如果你用套索工具的話 你要必須這樣繞繞繞繞繞繞繞全 而且你用滑鼠繞 其實非常不方便 那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魔術棒 對!魔術棒 或是細 первый Ved 化 2zet 選舉工具 選它之後 再來請你點 吉祥物的外面 這個所謂快速選舉 意思是它會幫你選 你現在點到的 像素接近的顏色 那些像素它會幫你選起來 所以基本上我如果點上面 你會發現 它會把這一塊選起來 可是這一塊好像還不到 你會往下選 再來有沒有這邊再點一下 它會幫你把 接近的範圍選起來 可是問題特別注意 你在選的時候 它是選外面 因為我現在點 實際上是點這個接近的範圍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 把外面變成裡面 因為現在是選到吉祥物的外面 所以請記住一下 把它反轉 上面有一個叫選取的功能 選取裡面有一個叫反轉 特別是這樣 你沒有反轉的話 變成是選它的背景 我們是要選這個吉祥物 所以把它反轉一下 OK 好 反轉了有沒有 但是會有幾個問題 選完之後 好像會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包括哪一些地方 包括這一塊有沒有 有沒有 還有這個沒有選進來 那怎麼辦 你必須把它補進來 但怎麼補進來 特別注意 如果你選大範圍 用快速或魔術棒 如果你選小範圍 建議用套手工具 套手工具怎麼做 第二步請各位點套手工具 套手工具點一下 那接下來特別注意 因為我現在不是重新選取 不是重新建一個新的 它預設是新增一個選取範圍 我是要怎麼樣 把沒選到的選進來 所以特別注意 請你把它移動到隔壁 隔壁是什麼呢 增加有沒有 請記住喔 請你把它改成增加 至選舉範圍 那旁邊還有一個什麼 減少 有一個增加有一個減少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少選的用增加 那怎麼增加 請你由內往外選 由內喔 裡面往外 選到哪邊呢 外面這邊有沒有 慢慢的 對因為你現在用滑鼠把它繞 繞1圈 繞1圈 繞1圈有沒有 放開 有沒有 他就幫我把 剛剛沒選到更加 OK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選得非常細 你可以用Ctrl加號 有沒有發現 可以往裡面在推 推得很細其實 所以其實呢 你說合成照片 你要做得非常細 沒有問題 但是呢 你必須要慢慢去移動它 還有這一塊 須須的部分也是一樣 那你怎麼樣可以把它選進來? 一樣喔,記得是從增加 由內往外 把它怎麼樣?繞一圈 大概就可以 因為這張圖的解析度不夠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點證 怎麼選都不是選得非常好 所以大概就可以了 由內往外 把這一塊也選進來 其實你放這麼大 其實你 選起來會比較好 這一塊就不用了 再過來一點點,把它Ctrl-減好了 這樣太大了,OK 然後呢,Ctrl-加減可以配合 因為時間的關係大概選一下就可以 然後再往上 這一塊 OK,好,其他的話再Ctrl-減 把它縮小一下 好,大概縮小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呢,我們已經把 吉祥物給選起來 那怎麼樣讓它可以放到我剛剛 建立的這個背景裡面呢? 其實非常簡單 以前你們在選一個範圍 選完一個文字好了 你會按什麼?Ctrl-C 對不對?這個時候你也按Ctrl-C 然後切到哪裡呢? 切到剛剛這個背景 102這個 做什麼呢?Ctrl-V,貼上 就好了 更簡單 也是一樣嘛,對不對? 你的道理也是選取嘛 選完之後不是Ctrl-C,Ctrl-V 不過一般書裡面不會這樣教 因為我是盡量教你們比較容易記的方法 當然還有別招 也許你可以用複製圖層 也可以用什麼什麼很多方法 但是我覺得最直覺的 就是Ctrl-C,Ctrl-T OK 不過你把它Ctrl-C,Ctrl-V 特別重要先選過 你要看一下應該OK了 但是問題來了 幾個動作不一樣 你比較一下完成檔 TIF這一張 第一個 它的位置有沒有 在中間 那我應該應該放在這個 左下角 怎麼辦呢? 請你用移動工具 移動工具 再把它稍微移一下 移到左下角 所以移動工具就是讓你移動的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它好像稍微大了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縮小 那還記得怎麼縮小 Ctrl-T不就好了 對不對 Ctrl-T 然後把這個鎖起來 大小大概 印象中大概80吧 你自己瞧一下好了 80 然後呢 再切過來看一下 好不OK 好啦,大概好像80 如果80 不夠小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自己再去調整一下 記得喔 你把這個鎖起來 這個改成80好了 然後把它打個勾 打勾 然後再切過來看一下 好像 差不多了 好像又大了一點 好像這個圓圖比較大一點點 這個好像又太小一點點 那怎麼辦呢 自己再把它 放大一點點 Ctrl-T 放大多少呢 鎖起來 105好了 再多個5% OK,按打勾 然後再試一下 好像很接近對不對 可是好像又差一點點 所以標準在哪裡 反正最後做出來的作業 你越接近 參考圖 那你那個 作業成績越好 OK 所以越接近就好 當然你要做到100% 應該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因為你要做很多的調整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 一 我剛剛用了幾個功能 把重點提示一下 一 快速選取工具 然後呢 把這個 全選取區把它取消選取 這邊有個取消選取 選取裡面取消選取 用這個快速魔術棒 點一下 它就整個繞一圈了 再利用反轉 反轉之後 再利用什麼 套索喔 請記住喔 非常重要的功能 本來是新增對不對 把它改成增加 再從外面 再從裡面繞到外面 把它這樣繞一圈 繞一下 它就增加了 然後這邊也增加 這個Ctrl C Ctrl V 然後再來做一個 移動跟縮放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